不像话 太不像话了 县长 于化龙在军队上立过功 卑职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特意来请县长示下 只要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该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 卑职明白 不过县长恕卑职直言 卑职听人传言 于化龙同军队回来以后 很是飞扬跋扈 到处惹事生非 当然 这些传言不足为证 可这次葛条沟抢亲的事 可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 那你还等什么 该抓人就抓人 这于化龙是县长您的女婿 这样传扬出去 对您的影响不好 所以卑职认为 还是谨慎为好啊 你说的谨慎是什么意思 上官 你说我是那种黑白不分 群死亡法的人吗 那卑职就照县长您的意思办了 什么叫我的意思 是依法办事 依法 对 依法 不过 有话就说 县长 这石泉寨的人不是好惹的呀 卑职担心 他们万一要是铤而走险 犯上拒捕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据卑职所知 石泉寨的武器装备 可比我们警察署强多了 于家刀客 素兰以自保为主 又有于老夫人在 不会如此 于化龙那暴脾气 县长您不是不知道啊 我担心万一 我亲自去 我看他能反上天 谢谢县长 县长应力了 花儿 怎么没在屋子里待着 当家的 我爹从县里回来了 让咱们去东莲池看他 咱爹回来了 好长时间没跟爹喝两周了 啥时候啊 现在行吗 行 爹 我们来了 想听啊 爹 老三 我有几句私房话跟莲花说 你去打冰酒 回头我陪你好好喝两杯 你坐下 爹 啥事啊 坐下 干吗呀 这么神神秘秘的 余家老爸新娶了房媳妇 是啊 从哪儿娶来的 葛条沟 怎么娶来的 说 明媚正娶 花轿迎亲 明媚正娶 还花轿迎亲 馒头山方圆集里的人都看到了 是 是都看见了 可花轿不是从葛条沟来的 而是从石泉寨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迎娶之前 新娘子就已经住到石泉寨里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爹 你还想瞒着 余家老爸的媳妇不是娶来的 是她余老三带人奖来的 爹 不是的 不是什么 人家已经把状告到警署和县府了 你还想替老三瞒着 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爹 爹 酒打回来了 您别逼电话了 有什么事 您问我 当家的 没事 快跑 当家的 快跑 快跑 上官署长 辛苦了 辛苦谈不上 就是有点老沈哪 这 这不余老三吗 怎么怎么就抓下来了 这以后做人办事啊 这多琢磨琢磨 别以为这全天下的女人 都是你们余家的菜 潘老七 这事打一开始 我就知道从哪儿起的头 小贼 等我出来 还想出来呢 潘老七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少说两句会死啊 老三 走 老三被抓了 人是从东莲池被抓走的 是我爹亲自带人回来的 高县长 祖奶奶 都怪我 我不应该带当家的回东莲池 我怎么会想到我的亲爹也会 也会给我下套呀 这道老三 知道老三为什么被抓吗 是 是因为抢亲的事 葛家写的状子 把当家的高到县里去了 葛大妮 除了她 还能有谁 终于开始了 又在这儿晒病呢 过来搭把手啊 我给你讲话你聋啊 我给你讲话你 干啥啊 你干啥呀 你打扰我干啥 打扰你 老子还要杀了你呢 住手 老婆 你先去祠堂 祠叔大 快去 葛大妮 老祖宗有请 老祖宗 你找我啥事啊 我还忙着呢 老八媳妇 我曾经跟你说过 把你抢过来 当我们于家的媳妇 是我们的不对 我给你赔过礼 道过歉 老三也跟你说了 让你走的话 可是你自己不肯走的 对吧 对啊 咋啦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坏我们于家的规矩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了你 饶了你 可你现在竟敢丧心病狂地 做出这样的勾当 到底出啥事了 你别装傻了 你不是个敢做敢当的人吗 我们于家对你怎么样 尤其是老三 这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让着你 护着你 没想到你干出这样的事情 翻脸不认人 背后捅刀子 别给我扯出肠子了 你们到底要说啥 你既是于家的媳妇 我就得按于家的 家规宗法 来 把她拖进来给我打 我亲了 我亲了 谁想揍我 我看你们天谁敢揍我 我看他 这谁敢揍我 你拖死我 什么差 这是什么天主啊 你那边干什么 上 大祖宗 你们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 就凭你告了黑状 我告的黑状 你还装糊涂 于老三被警察署给抓了 为啥呀 这得问你 来 实行家法 我来 可咱们 今天我打死你 你命长命命 你害我行 你害我三哥我就要打死你 于老板 今儿要不把我打死 你他妈这不是爷们 来 你往这儿打 打死我呀 往这儿打 原来这就是你们余家的规矩 不分金虹倒白分裂打人 所谓的忠孝敬 不看 就是鸡兵狗盗 杂负之人 大老司法还罚了你喽 等等 我让你死也死个明白 莲花已经看到壮旨了 你状告于老三 强强民女出手伤人 白纸黑字上 明明写着你 葛大妮的名字 我葛大妮连名字都不会写 我写的狗屁状子 对啊 奶奶 八嫂子不识字啊 上回写的一个告示 连洛宽都是我帮她写的 哎 老三哪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你们什么时候见到葛大妮啊 葛大妮又什么时候 递的状子呢 这都不重要 我就想知道 这状子上写的是不是实实 我承认 是我抢的葛大妮 可也没你这上面写的 那么邪乎吧 就是说除了细节有些出入之外 基本事实 你都承认了 对吧 我承认 我就知道 我你与老三做事 向来是敢做敢当 是条汉子 小军所长啊 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清楚 能否请教 请教 真是葛大妮搞得住 你觉得 这很重要吗 爹 爹 大妮 你回来了 余家没有为难你吧 他们为难我干啥 怎么是你一人回来 舍吧呢 老爹 你先坐下 我有话问你 他承认了 余老三哪 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没有他不敢承认的事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我呢只管抓人 关于如何处置 我就不管了 你怎么能不管呢 你不是署长吗 是署长啊 警察署只管抓人 那如何定罪 那是法官的事 法官 这 法官是什么呀 我说了你也不懂啊 我不管 反正你得帮我 我帮 我不帮你了吗 把余老三都抓起来了 我得让余老三死 你让余老三死 那这事恐怕难 难 上官开机 你不会是那种 提了裤子就不认账的主吧 采放 你这是 采放 别急啊 别急 你让我慢慢想想 你说啥啊 是你告得住 那你都跟他们说啥了 当然是有啥说啥了 那装子是谁写的 我说他们写 咋了 有啥错 那你写的谁的名 当然是你的名字 爹 你快抢我了 你爹是在帮你 这怎么是在害你呢 爹 是你到线上去告得庄 不是 是他们警察署自己找上门的 爹 抢亲的事 你都跟谁说了 这啥光彩的事 还跟谁说 那他们咋能知道啊 那你问我 我问 对了 我跟许根子说过 他第二天就要来接亲 你让我上哪儿再找个闺女来啊 我 我没办法 只能实话实说了 跟许根子说的 是啊 大妞儿啊 你不是要帮着那个畜生 于老三脱罪吗 我告诉你啊 咱可说好了 于老三 这是自作自受 你可不许帮他 我帮他干啥 我这是帮我自个儿呢 爹 我现在就是一个背后铜刀子 脚下使绊子 人面兽心的温审 我不想担这个罪 你想救于化龙 他杀了你二哥 咱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那你也没亏待他 你还帮他生养孩子呢 爹 我告诉你 这次你不许帮他 不然 爹就跟你翻脸 翻脸就翻脸 你 也翻过人是屁股 站住 你干啥去 紫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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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葛大妞还活着 我还以为余老爸能杀了他呢 就余老爸那胆他还敢杀人 你们还是不了解余老爸呀 他跟你可不一样 不单单只是一个混账玩意儿 他还是个有点男人心肠的人 余老爸能混到今天 靠的全是他三哥 旁的不敢说 只要有人敢伤害他三哥 他敢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 我原本还想着 让余老爸杀了葛大妞 然后把自己也送进大牢 去陪他三哥 可惜啊 真是可惜 你别忘了 余家还有个老格格呢 老格格狡猾得很 他知道杀了格家的女人 那余家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我管不了这么多 我不想只整垮余老三一个人 余老爸也该死 余家所有的人通通都该死 既然这件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 那我们就不能这么善罢甘休 没错 咱们就不能给余家留下翻身的机会 二哥 我又来烦你了 我有好的话也不能跟别人说 我只能和你说了 我知道 余花龙确实是一个混账东西 可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我心里的男人 我不想让他顿办法 而且 他还是咱舍娃的亲爹呢 舍娃逢年过节就来看你 还没学会喊爹 就学会喊二舅儿了 哥 我不图做他的女人 也不想和他过一辈子 我只要能常常见到他就行 哪怕见一眼也可以啊 妹子 真是你啊 许根子 我都知道了妹子 我刚刚去过你家了 你爹跟我说你被余家的人赶出来了 没事儿啊 你来得刚好 我真要找你呢 真的啊 你找我啊 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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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啥啊妹子 你给我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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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什么话 妹子 妹子 你说 是不是你告的状 告啥状啊 你还装 再给我装 妹子 妹子别闹了 告啥状啊 告啥状 余老三抢亲的事不是你说的 我没说啊 我没说啊 你没说 这事叫你知道 你要没告 那警察叔咋知道的 不是妹子 我也想告状 毕竟你是我媳妇啊 呸 谁是你媳妇啊 但是我真的没告啊 你真没告 真的 那 那你有没有给你那些什么 狐朋狗友们说这些事啊 没有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妹子别闹了 咱俩成亲吧 好不好 你跟着余老八那号的男人 有什么好日子过呀 哥不嫌弃你 余家跟潘家怎么斗 是他们的事儿 咱俩好好的 等等 你说 你是不是跟潘家的人说了 不不不 没没没没没说 你再跟我装 你说不说 说了说了说了 说了 我是跟潘老大说了 那余老三抢了我媳妇 还不许我出出这口气啊 是啊 还真是潘家干的呀 呸 葛大尼欠过徐根子了 是啊 他是不是什么都吐出来了 是啊 这个知识到初一不知道事物的东西 其实啊 也 这也没什么 那余老三抢心的事儿 那可是板上钉钉的 棉花还能炸出油来 再这说呀 咱们这可是帮着他 他可是受害者 他不帮着武松 他还能帮着那老虎 嗯 这样是走了脸了 可谁知道 他心里都得想什么呢 老爷 他不过就是 怕背黑锅 有人盯着葛大尼吗 有 一定要盯好了 这个事儿 千万别伸出什么知己了 是 快去去 葛大尼真的在查这件事情啊 可不 他已经知道这些事儿啊 和咱们潘家有牵连了 怕个娘啊 大不了明刀明枪地跟他们干 没有了余老三的石宣寨 那就是一条没了牙的狗 咬不损人啊 郁佳兄弟的脾气我了解 既然他们个个都把矛头 对准了葛大尼 那自然恨不得他死 只要我们在这件事上 稍微下点功夫 就能一了百了 你的意思是说 杀死葛家的女人 像我和郁佳 大家都是女人 我也不想伤害她 谁让她自己撞上来呢 要说还是妹子聪明呢 大哥 咱就这么办吧 这事儿 怕你要不能牵着进去 得选一个合适人选 韦达 你对余家的人情事故比较了解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呀 你干啥去啊 我回去啊 我得跟他们说清楚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是潘家的人在背后捣的鬼 我看你回去也是白折腾 你回去干啥 啥叫白折腾啊 爹 这有些事我做过了就是做过了 没做过的就是没做过 我不能让他们在背后捣我脊梁骨啊 该被戳脊梁骨的不是你 是他们余家 爹 你 你不能去 你干啥 不能去 不能去你 爹 你在家待着不能去 开门 爹 你放我出去 爹 爹 你今天晚上在家好好想想 要说对不起 那是老余家对不起咱们 你呢 总之老余家的事儿 你就不要再管了 你也管不了啊 你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 明天早上呢给我个回话 咱把蛇娃接回来 能嫁给许根子咱就嫁 嫁不了 咱就再找个人家 好不好 爹 你开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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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 人应该烧烧香拜拜佛 好 余天 怎么那么不顺啊 自从葛大妮那个 眉神来到余家 余家就没笑听过 三哥 你怎么就给我找了 这么个女人啊 柳大哥好 你蹲大劳了 你让我怎么办 让我怎么办啊 陈凤啊 坐坐坐坐 你不要喝两瓶 你在搬家怎么样啊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每天你出病 我真的很伤心 很伤心啊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我用 用这瓶酒 让你赔个不是 你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鬼啊 鬼啊 你给我眼点 你给我眼点 你是人还是鬼啊 我当然是人了 神不见身 鬼不见眼 你真没死啊 你真没死啊 我也想死 你快起来吧 来 是我舍不得你 也舍不得咱们儿子 我来 那 那 韩老大那也王八蛋 怎么说你死了呢 君也不能怪潘家 是我让他们那么干的 为什么啊 石在凤的人没死 但是石在凤的心死了 他们葬的不是我的皮囊 是我的心 你 爹 你啥时候给我开门啊 你啥时候想清楚了 我啥时候就放你出来 采风 那些蠢事 都是我出的主意 你别怪三哥 我不会怪三哥的 三哥对我的好 我气得住 三哥以前对我们家的好 我也气得住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三哥 我对不起他 你别这么说 这件事我已经听说过了 这不能怪你 要怪就怪那个狠心的女人 她去谢连池找过我了 她去找你 找你干吗呀 她跟我说啊 她说她要我跟着她一起报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对于家怎么就有那么大的仇恨呢 我跟她说 我说 我能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不能怪于家 毕竟我是少过女人相本人 我现在 是没有恋再回于家了 也没有恋再做于家的女人 是不是 可是她呀 她就是听不进去 她一门心思地说要报仇 她说她说她想让三哥死 恨不得让三哥把伤就死了 都怪我不好 是我没能劝住她呀 那个贱女人 她害我三哥 就等于害我余老婆 我一定要杀了她 人儿可不行啊 杀人是犯法的 不 我一定要杀了她 三哥刚刚为那个女人炖了大牢 你又要为她搭上一条命吗 我一定要杀了她 老爸 这钱呢 是潘家给我的 本来呀 我是不想拿他们的钱的 可是我又怕你跟丁邦以后 没有好日子过 你拿着吧 彩凤 谢谢你 我下辈子就是给你当牛做马 给你当儿子 当孙子 我也要伺候你 报答你 不说这些话了 你跟我那么客气干吗呀 一只夫妻摆着恩 我帮你 帮丁邦 就等于是帮我自己 帮我自己赎罪 好了 老爸 这也不早了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省得丁邦担心 拿着 来 来多了 我 вз不回家 你还算 freelancer 我说的 我得容易 乖 看 没关系 我 可大妮 你害我三個 我就殺了你的野種 看誰能逗得過誰 別夾我 救命啊 我的毛巾 老趙啊來進來 進來 你快給大妮瞧瞧 老哥 這到底是咋回事 我也不知道 你說他在地裡頭幹活吧 幹得好好的 突然就暈倒了 這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這不就把妮給瞧了 你快給他瞧瞧 咋了 沒差沒差 大妮啊 好好躺著啊 休息今天就好了 是咋回事啊 你姑娘沒得病 沒得病她怎麼 她是有喜了 有喜了 他就想他 你還要去 喝水裡頭 我還要去喝水裡頭 你再能喝水裡頭 你不想喝水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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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喝水裡頭 你不想喝水裡頭 你不想喝水裡頭 不是小事 当心砸了你的招牌 老大 你们家闺女许过人家了 许过鬼也许过 她还是个黄花闺女呢 黄花姑娘了 马上就当娘了 你小声点吧你 不行 我家闺女啊 你以后还要嫁人呢 老赵 你呢 有没有打胎的样子 有倒是有 不过这个轻易不能用 搞不好啊 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啊 现在顾不了这些了 这么着 你听我说 你呢 给我抓一副打胎的药 我想办法让她喝进去 记住啊 这件事绝不能让大妞知道啊 大妞 你这是 爹 这个孩子我不能打 你胡说啥也胡说 我没胡说 孩子是我的 我一定要留着 住嘴 你生什么也生 你要是再不听话 我就打死你 来 打呀 打呀 你今天要打不死我 我就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 我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二哥 对不住了 我不能把这个孩子拿掉 这是我的骨血 我要把他生下来 养大的 你放心 我不会嫁给玉花了 我也不会告诉他 孩子是他的 就让这个孩子 给我当个念想吧 哥 你要原谅我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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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一宿 你可让爹心疼死了 你赶紧去 洗洗脸 吃点饭 然后睡会儿 快去 来 你还知道心疼我呀 快走 等会儿 爹爹问你 你想的咋样了 我想好了 这才是我好闺女 你想能办了 你看啊 这鱼化龙呢 是蛇娃的轻爹 那 我这辈子不能跟他在一起 我 我认了 但我不能看着这蛇娃的轻爹 进大牢里呀 你这一晚上就想这样 爹 行 行 爹 你听我说呀 那 我得赶快回于余家 告诉他们 这事是潘家搞的鬼 你睡好了 不 不 大妮儿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跑啊 你咋不跑啊 进展圈啊 站住 你咋不跑了 我问你 是不是潘家派你来的呀 不是 你咋这么能跑 想抓姑奶奶我 你还得再练练 来追我啊 咱们接着跑啊 娘们 太能跑了 哥 咱动手包咱 姑娘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别怨我们 前面 空 穆 衹